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经教导我们正确使用今生福分的基要真理 这是我们安排生活计划绝不可忽略的 我们若要生活就必使用维持我们生活所需的事 也不能避免使用满足基本需要的事 其实这些事物也带给我们快乐 我们必须遵守生活守则 能以清洁的良心使用今世的事物 无论是满足我们基本需要或是带给我们快乐 神教导他子民 今生是天路历程 我们正奔向天国 他将我们在世寄居的生活守则都定归在圣经里 既然我们必须经历今世路程 所以我们使用今世福分是要帮助我们前进 而非阻拦担言我们 保罗根据词礼警戒我们 用事物的要向不用事物 并致买的要向无有所得 这经常被人误会的主题 若不谨慎就会跌倒陷入两方面的危险 过分的禁欲与错谬的纵欲 我们必须站稳脚跟在正道上 避免陷入这两大错谬 曾有些良善的圣徒 当他们发现不节制和奢侈的生活 若不受严格约束 常会导致放荡无度 于是他们想改正这危险的邪恶 认为别无他法 只允许人在必要时使用事物 虽然这的确是敬前的教导 但这是太过严厉的谨慎 因为他们对良心的约束 超过神的话对良心的约束 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他们对必须的定义 导致境界一切人可能想要的 所以他们认为被允许的食物 只是面包和白开水 若是增加其他食物 则是非法的 另一极端是 今日有许多人找借口放纵自己 不谨守节制地使用外在事物 其实是给放纵肉体私欲铺路 他们宣称使用事物的自由 不应当受任何约束 而是应当由个人的良心自己决定 只要自己认为是合理合法的 我们绝不同意这种人本看法 虽然我们不应当同意 用人为的规条来捆绑人的良心 然而也不可以人的良心判断为最高准则 我们的良心应当顺服圣经 既然圣经已经定下合理合法的使用事物的总体原则 我们就应当按照圣经准则 来守规矩 正确地使用今生